有事便说 是 主子 新城那边传来消息 北关村的人都已经安顿好了 也已经接到了苏承相他们 现在就剩下羽王那边了 处理完是否随时准备出发 即刻准备出发 沧修玄没有任何犹豫 在知道宋臣身上的秘密之前 他或许还想给上京 留下点什么礼物给皇上 现在知道了宋臣的秘密 他就只想赶紧离开 带他到安全的地方去 羽王府里的那些东西 他在空间里看到了 还被他随意地丢在那边 长这么大 他从未听说过空间这个东西 他相信 其他人应该也没听说过 可羽王府上的那些东西 凭空消失 确实太难解释了 他担心 他们最后还是会想到宋臣身上 所以 越早走越好 羽王毒发的事 很快就传到了真妃耳中 真妃直接哭到了皇上的面前 皇上 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羽儿 爱妃不要太过担心 朕已经在想办法了 来不及了皇上 羽儿他毒发了 什么 怎么可能 皇上 羽儿他太可怜了 那个小野小女竟然敢如此大胆 分明就是不把皇上您放在眼里 来人 皇上沉声叫人 心中已经有了计较 皇上 奴才在 立刻派人去抓宋臣 不及一切代价都要抓住他 朕要亲自审判他 羽儿府上被盗的事也太过邪性了 皇上您要多留心 果然 皇上听到这话 臣赢了片刻 又下了道命令 紧接着 全城戒严 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上京城 宋臣他们正准备出城 城门口的防卫人数 已经添了两倍 你们为何要出城 有任务 什么任务 你们主子难道不知道京城戒严 自然是知道 命令还是我们主子下的 守城的士兵顿时愣住了 沧修悬又补了剧 羽王等不及了 话都说到这里了 其他的根本就不用再多说 士兵们立即侧身 给他们让出位置 几人扬长而去 出了城也没有卸掉伪装 继续赶路 不是面具 也不得得哪里不舒服